现在是我的画面嘛 我们在桌面上 桌面上已经帮各位装好了Power BI 那我简单的还是要说明一下 假设你今天你回家 你要去找Power BI Power BI Desktop的下载 这边要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好多同学后来都问我 Power BI 我打开是英文版 为什么不是繁体中文 我要告诉各位原因 是在这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输入Power BI Download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 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然后点下去之后呢 点下去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它会自动去辨识你的作业环境 是繁体中文或是英文 有时候嘛它可能会辨识错误 所以这个时候呢建议各位是选 不是选这个下载 因为我们是不是要看到 我们是不是要下载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这个桌机版 应该要知道它有手机版 它还有像Server版 Office 365去做一些什么内部部署 甚至它有什么 Excel Power BI 好那重点我是要跟各位分享 这个Power BI Desktop下载 这边有个进阶 如果你的画面是英文的界面 它这边就会出现Advanced Advanced这个单字可能要知道 因为download你本来一定都知道 好点它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麻烦请你一定要切换到 Tranes traditional 因为很多同学 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 切换之后 他在点download 他才能去下载 那下载什么呢 这是30位元 这是64位元的繁体中文Power BI的执行档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我现在我就直接关掉了